首先要确认的是这些说法不属实 根据教育部有关招生政策 大陆高校今年对台招生的条件和往年是基本一致的 一些高校呢依据自身招生的情况 设定学策的成绩要求 这完全是正常合理的 近年来呢大陆的高校是加快的进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 办学质量不断的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是看到了这一点 主动选择到大陆来学习 那去年呢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不少台湾学生报考大陆高校的热情呢 也一点都没有降低 目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呢 是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人 有一位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台生在交流中就说 跨越海峡千里迢迢 然后来到武汉大学就学呢 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正确的投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